大婚当日新郎被硬生生塞进洞房 原因竟是听说新娘奇丑无比 进了洞房后更是连看一眼都不敢 你是我的夫君 我不是 我不需要女人 也不需要成亲 一番盘问下得知新郎压根不想成婚 而丹淑也只是为了完成家族约定 才遵守承诺成婚 新婚第一天就被丈夫如此对待 丹淑并没有生气 而是起身走向新郎 他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为难丈夫 于是便让对方写下和离书 只要你写下和离书我们双方画鸭 我自去拿着这份和离书给公婆磕头 离开你家 本以为这次和离会让丹淑蒙羞 不料大臣们竟联合上走 一致推举丹淑为当朝皇后 他们一致认为曹家是名臣之家 而曹是端庄贤淑德才兼备 是最合适的中宫人选 皇上十分不解 大臣们为何在选后这件事上 意见如此统一 18岁的姑娘养在深归 就算她真有圣后之职 怎么满朝堂的大臣都知道 大臣韩琪不敢隐瞒 只能道出原有 曹姑娘其实曾许过祖父当年定下的殷亲 她明知道新婚丈夫不喜欢她 却还是决定守信下嫁 她嫁了 群臣 群臣竟一致举见一位 韩琪告诉皇上群臣举见丹淑 不仅仅是因为她为人守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原来坊间传言丹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新郎刚进洞房便翻窗而逃 由此可见她容貌丑陋 丈夫才会被吓跑的 并且丹淑在南方被吓跑之后 并没有和公婆吵闹抱怨 而是签下和离书 跟公婆行了大礼之后便自行回了娘家 皇上听后也不得不感叹 丹淑的品行确实令人钦佩 为人诚信 遇事沉稳 冒丑不知祸君 明文 德高 诚信 这就是朝臣心中的国母 皇上明白了大臣们的苦心后 也不想再去追究 他知道皇后的人选 从来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 无奈之下也只能将丹淑封为皇后 随后丹淑便收到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十分不解 可是为何会选我呢 我嫁过一次了呀 那又不是女的错 闺蜜认为丹淑出身名门才冒双全 确实是当皇后母与天下的不二人选 丹淑还是不敢相信连忙跑回家中确认 直到看见宫中刚好送来圣旨和聘礼 这才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晚上丹淑激动地睡不着觉 自从在宫中远远见过皇上一年 只一眼便被对方温文尔雅的样子所折服 如今竟要嫁给自己的心意之人 脑海中不禁幻想着两人将来幸福美好的憧憬 很快就到了丹淑和皇上大婚的日子 在群臣的见证下 宫中举行了策封大选 就这样丹淑迷里糊糊地成为了尊贵的皇后 可皇上却误以为丹淑相貌丑陋 故意以处理朝政为由 迟时不肯换上婚服 直到贴身太监提醒后才不得已梳洗化妆 随后草草上朝接受群臣们的祝福 大婚之夜丹淑在寝宫中等了很久 却迟迟就没有看到皇上的身影 原本幸福喜悦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 宫人见皇后心情不佳 便宽慰他皇上定是被政务牵绊主 丹淑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好计较 他认为国事重要让宫人不要去打扰 其实皇上并没有在处理公务 而是因为多喝了两杯酒 正跟贴身太监吐槽 大臣们选皇后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喜欢 曹是名门出身 文武双全 但是丑名在外 这样的皇后是万万不会使得君王从此不造朝的 贴身太监想要提醒皇上 皇后丑名在外的事或许只是传闻 再说大臣们也都没见过她的真容 可皇上完全不在乎这些 她长成什么样子我并不在乎 是美是仇也不重要 我现在不想去对着这位十全十美的皇后 随后皇上便让贴身太监编个得体的理由 让皇后早点休息 就这样丹淑的美梦在这一刻彻底破灭 可怜的她只能在寝宫中独守空房一整夜 直到第二天一早 皇上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丹淑的寝宫 不经意间抬眼看到对面行礼的皇后 瞬间惊呆了 原来皇后并非传言中的丑名在外 而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想起昨天自己错过的洞房花竹叶 顿时肠子都毁清了 随后丹淑给皇上准备了可口的早膳 皇上吃在嘴里乐在心里 同时也对这个新皇后有了大大的改观 皇上原本想为昨晚冷落丹淑的事情道歉 怎料丹淑却突然起身下了逐客令 官家昨日怕是一晚都没睡 如今用了早膳 不如官家便回福宁殿去补眠 从来没受到过如此冷遇的皇上 顿时被浇了一头冷水 丹淑的逐客令虽让皇上很是意外 可也只能信心离去 但男人都逃不过一个通病 越是得不到的女人就越是不肯罢首 第二天皇上再次来到昆宁宫看望丹淑 此时丹淑正向嫔妃们传授纺之蒙丧的惊艳 众嫔妃见皇上前来 行礼之后便时去地告退离开 皇上左部右看了半天 正不知如何开口打破尴尬 却突然看到桌子上的酒瓶 你念了酒啊 能否请我饮一杯 姓何如知 醉翁之意不在酒 讨酒喝事假想要留宿才是真 落座之后丹淑不愿主动开口 皇上为了打破干大局面 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书主动攀谈起来 两人谈天论地 竟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皇上本以为和皇后相谈甚欢 就能争取到留宿的机会 没成想一时得意尽没管住自己的组 皇上见丹淑也懂得能耕机械 便猜测他应该跟随父兄去过不少地方 也见过不少世面 哪知丹淑听后瞬间变了脸 紧接着就起身委婉地下了逐客链 官家怕也是累了 今日外头风大 我让皇儿给官家拿一盏防风的灯来 皇上对于丹淑的行为很势不及 但碍于面子也只能无奈离开 回来之后就生气了 将身边侍候的人全都赶了出去 皇上怀疑丹淑不愿让他留下 肯定还在记恨自己大婚之夜 让他独守空房的事情 我方才在他那儿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他也没有留我的意思 官家想要留下 娘娘还能去见吗 皇上虽然很想留下 可又不想勉强丹淑 也只能从长计议 与此同时丹淑的心中也很不适滋味 连侍女都看得出来皇上今日不想走 皇后明明也喜欢皇上 为什么还要将他赶走 可丹淑却觉得皇上并不喜欢自己 原来在他入宫之前 皇上曾经有个很喜欢的姑娘 皇上本想立她为后 奈何对方出身伤的 所以众朝臣一致反对 并共同尚书举荐丹淑为后 丹淑认为皇上是被迫娶了自己 所以连大婚当夜都不肯来 如今我也懂些机械 怕是你那姑娘有三分相思 倒是想留下来凑合了 一想到自己是替代品 丹淑忍不住伤心地趴在桌子上痛哭流涕 侍女劝慰她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皇上毕竟是天子 有些事不能太过于计较 丹淑明白自己不仅是皇上的妻子 更是一国皇后 丹淑提醒自己要宽容大度 随后便让侍女给她梳洗 她不能在皇上面前红着眼睛 更不能让自己适宜 不久后后宫传来苗娘子怀有身孕的消息 皇上听闻喜讯后顿时欣喜不已 不等丹淑把话说完 就急匆匆赶去看望苗娘子 只留下丹淑一人失落的呆愣在原地 从太医口中确定苗娘子 一有四个月身孕后 皇上心中甚是欢喜 为了迎接自己的第一位皇嗣 皇上想得品接太低的苗娘子晋升位分 但是丹淑却认为应该等到皇儿降生之后 再按照阻力升迁 都说她同你特别骄傲 你还有什么不信她的 再说 别说九瓶之手 她就是生妃了 她的孩子 也还是叫你娘娘叫她姐姐 丹淑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一片赤肠 话来的竟是皇上的猜疑 等皇上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变了脸色 当即跪在地上 动之以情小之一里 劝皇上放弃为苗娘子晋升的想法 后宫之事 并不单纯是官家的家务事 朝臣向关注 前朝正事一样审视妃嫔生费 丹淑认为若是不按规矩 生了苗娘子的位分 必会引来朝臣们的不满 同时也担心苗娘子突然晋升会树大招风 反而会害了皇嗣 怎料皇上心意已决 不等丹淑说完便气冲冲地离去 果然没过多久 丹淑便看出苗娘子面色不佳 一番询问下得知 自从苗娘子怀孕的消息传出后 就有许多大臣的妻子前来结交她 面对前朝屈炎腹市之人送来的礼丹 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苗娘 臣妾真的很害怕 丹淑为了确保皇嗣安全 便下令让苗娘子的母亲亲自入宫陪产 借着又让苗娘子的母亲将收到的礼丹整理成册 然后交给皇上处置 皇上这才意识到丹淑的用心良苦 他心思精明 看出来前朝权臣 有拉拢皇子母家的心思 因此叫我谨慎 我却怪他 想到这里皇上感到十分愧疚 随后主动找上丹淑示好 贴心地给他披上自己送来的爱心披风 并为自己之前的猜疑向丹淑道歉 而让皇上无比欣慰的事 丹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两人不知不觉畅隐到深夜 丹淑自从进宫之后 还是第一次跟皇上这样敞开心扉的聊天 皇上再次提起要给苗娘子尽身位分的事 他声称自己身为天子 如果连这点事都办不到 那将来又如何推进改革 丹淑听后也不再阻拦 臣妾一声 愿为官家清净心理 丹淑能否让自己成为完美皇后 他和皇上之间的感情路又该何去何从 关注时光我们一起追剧吧